第二則我們要談哪一則 要談人力部的一個新聞 公務員當洗碗工 在第五頁 好 讓我找一下我們的電子報 第五頁在哪 就是為取更可靠研究數據 公務員當洗碗工 而且他們拍成短片 還獲得了總理的讚揚 就在這 好 所以這個是人力部製作的一個視頻嗎 是 就把一個真實的故事搬上一個 還原一個真實 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來拍成一個短片 就是主要他短片是 一開始是一個小女孩住在家裡面 看著跑步的比賽 但是他又不懂了怎樣可以跑得更快 所以他就穿上一個跑步鞋 然後慢慢去學 然後最後去學會了這樣跑步 其實就是間接地去說 帶出那個 帶出那個意義就是說 公共的公務員要嘗試地去理解那些小販也好啊 來理解他們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服務他們 對 所以下一幕就是他長大之後他就去當 就變成了一個公務員 然後去當清潔工 去體驗他們的生活 對 去體驗這種所謂的人間疾苦 不容易啊 然後這個視頻就獲得了李總理的稱讚啦 對 就覺得說 還有說什麼 他是說 當你判斷一個人之前要先設身處地的為他造像 對 可能也就是換位思考啦 對 因為很多我們覺得 可能小販啊 清潔工啊 不是 就是 如果你從旁觀者的角度看 可能就看得不清楚 對 就覺得你不知道他們辛苦的地方到底是在哪裡 對 你要去真正去體驗他們的工作才懂得他們的辛苦 也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他們遇到的困難啊 每一天的那些不容易啊 來去想他們會遇到什麼東西 嗯 然後吳利森說 他有看到短片很好看的 Jasmine說 Jasmine在說上一則新聞 Wendy說 現在的公務員越來越忙了 但是這個公務員他是一個真實故事啦 他是人力部研究部門的公共服務人員 安斯塔莎 他其實是 算是自己去 自願去當這個小販中心清潔工的啦 應該不是說他的工作範圍內 他只是想要可能多了解他們的那個生活 安斯塔莎 對 他也是那個 人物的原型 嗯 好 就是一個 蠻溫馨的一個故事 大家可以去找那個 視頻看一下 Wendy說傳來看看 那就要考一考我們的那個小編 看可不可以即時找到 沒有那個link 對 好就是今天的第二則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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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